这么晚了你这是干什么 睡前喝酒 又终于睡眠的呀 老公 夏琳姐 幸好没事 咱拍摄进度还能照样进行 走吧 玉云 你先回去吧 我要在这儿等一个朋友 是不是等林老师啊 想什么呢 我正好有个朋友也要来看病 你先回去 告诉姜姐我已经没事了 让她别担心 可是我们 你回去吧 我没事了啊 回去吧 好吧 回去吧 医生 我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 医生 我这个病 需不需要再检查检查 拍个CT彩超什么的 我这心脏有点疼 能不能拍个心电图啊 我这头也挺晕的 我是不是得脑震荡了呀 小姐 我这里是骨科 你要做的这些检查 只能到其他科室去做 况且 你这个脚 真的没事了 我还以为 你这是全科呢 那行 那谢谢医生 还得要干吗 我都走 我都走了 你最近工作忙 你先干吗 一切都很好 乔外也算锦上添花吧 你好 是夏琳夏小姐吗 没错 就是你 我们都是灵世医疗团队的 都是骨科方面的专家 听说你脚瘦伤了 过来给你治疗的 来 扶夏小姐上轮椅 当心啊 慢着点 慢着点 当心脚 当心脚 好 走 当心啊 不要碰到 好 你个灵异周 果然露出马脚了 还找来这么多专家 除了你还能有谁 好 不跟你玩点阴的还真不行 别怪我使出杀手锏 姐妹们 等我到好消息吧 睦睦 你怎么回来了 老公 我们是夫妻啊 当然要住在一起 你不是说你要冷静一下吗 我已经冷静够了呀 你看 你看 我脚都受伤了 而且我一个人住很不方便的 那行吧 我先上楼 熟悉熟悉房间 你忙你的吧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没站稳 下来吧 这是你的房间吗 你觉得呢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房间 我不要跟你分开 我要跟你住疫间 你脚受伤了 我怕你妨碍到我 可是 我一个人睡觉会害怕的 你之前不都是一个人睡吗 现在不一样 我一个人 拿东西很不方便的 既然受了伤 你就乖乖在房间里面待着 别乱动 谷太久 要偷气 有事情 找慌宋 成功打入内部 虽然没有进入主战场 似乞而动 先生 黄嫂 把夫人上次留下的行李 给她送过去 看她缺什么 缺了就不期 还有 帮我看着她点 别让她随意走动 好嘞 先生 夫人只是轻微扭伤 脚没有大碍 这么晚了你这事干什么 睡前喝酒 有助于睡眠的呀 老公 真的就准时喝酒吗 医主难道没有告诉你 受伤不能喝酒吗 不是 我 我要睡觉了 你也下去休息吧 现在还早呢 而且我还不困 再说了 我这脚伤 我自己也走不了啊 行 那你睡这儿 我下去睡客房 林医忠 你这是冷暴力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弱者呢 再说了 我睡觉很乖的 绝对不会打扰你的 我睡觉很乖的 这番茅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甲媛丁 干什么 等一下 我想喝牛奶 我去给你倒 好 那我等你 医生给我开的药我还没擦呢 药呢 在这里 你帮我擦吧 不然我自己擦了 一会儿还得下楼洗手 是这只叫吧 还有什么事吗 谢谢你老公 晚安 咳